這個3加4 今天他還特別立了三張 四張梗圖 對 就怕民眾搞不清楚 對 那這裡是這樣 因為3 我們知道那個4就是自主健康管理 對不對 結果他說你 但麻煩在自主健康管理 你就是沒辦法管理 對自主健康管理 就是還可以自由活動 那他又規定 你那四天還是要一樣 要住在這個同一個地址 你要換地址 要通報地方政府 同意 我跟你講 可是基本上你可以回家嗎 你可以在家裡睡嗎 晚上不能睡 但是白天你可以回家 對嘛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白天回去 然後跟我家人一起吃中飯 一起吃完晚飯 然後晚上我不能睡這裡 我還要再回到 那個旅館去睡 這是什麼邏輯呢 就很怪啊 是嘛 然後而且是給地方政府徒增困擾 我跟你講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做 疫調追蹤了嘛 對沒有 所以你會知道他 那個四天的時候人在哪裡 也沒有電子圍離喔 所以你更難追 所以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國民女婿 其實我也蠻喜歡劉一軍的 這個補充一下 他這個當然受人歡迎嘛 因為賞心悅目嘛對不對 那少掉垃圾化嘛對不對 所以你也覺得其實 剛剛漢庭講的沒錯啊 那怕一漢就可以啦 一個人就可以 記者會早就該這樣開了 就是找一個比較有人緣的 那那個 口齒清晰 口齒清晰 然後不講垃圾化的人 我覺得他昨天有面對問題啦 他除了那個快篩的部分啦 說我們只防君子不防小人啊 那個 那句話是有點怪 他真的太老實了 政府就是要防小人 就是啊 不然成立政府幹什麼 對啊 對不對 因為老百姓沒有能力防小人 是 所以小人就是政府負責抓 公權立防對不對 所以他這句話就 凸顯出他的個性啦 怪不得會變成國民女婿啊 所以你也覺得他之後很有機會 再幫他廣告一下 他已經44歲還沒結婚耶 對不對 他人都不忍心 他不需要吧 不是啦 條件那麼好 基於台灣那個 未來那個國民品質 那羅一軍應該多升幾個嘛 對不對 人口數值 不是啦 我是覺得這個三家四 當初訂的時候 就是有一點不甘不脆 對 就是這樣啦 就是 而且他的邏輯是很奇怪 因為沈富雄也在那邊大罵 對 因為沈富雄就說 那他回來照理講 從美國到台灣 應該是從一個比較不毒的地方 跑到更毒的地方 那怎麼反而他要 他是還沒有到三加四 他是七 他是七加七 對 所以他就很火大 他說台灣現在恐怕是最危險的地方吧 是 是人家要防你啊 不是你是防別人 結果我們又講了一個邏輯說 我們怕變種病毒會被你們帶回來這樣 那你如果都是這種邏輯啊 那坦白講我們也不用開放觀光 也不用鬆綁 不是嗎 對 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觀光局更離譜 我們現在人家很多國家都開放啦 那我們要組團去別的國家觀光 觀光局說我們不能組團啊 這是什麼邏輯呢 對 是韓國日本要擔心你來啊 那怎麼是我們在擔心呢 真是很奇怪啊 這個邏輯啦 結果我們觀光業都已經快死死了嘛 人家就說你不讓我們做英鎊 你好歹讓我們做澳鎊嘛 那澳鎊真的很多人想出國 真的 我碰到很多朋友他們真的很想出國 尤其是日本 那日本你叫人家不組團 這個也是真的是有點不合現實啦 所以你至少透過這個管道 讓觀光業者有點小錢可賺吧 那回來之後 你還是一樣要三加四 這個邏輯真的是很怪啦 可是我覺得他現在就是 他只是在做一個象徵的動作 表示說我對BA4 BA5有在管制啊 所以我陳時中以後參選啊 BA4 BA5萬一爆開啊 你不能說我沒有做事喔 我有喔 大概是這樣嘛 因為現在疫情最大的變數就是 會不會有新的變種 對 會不會有新一波的流行嗎 事實上這個 這個嚴重的程度也不嚴重 他也是跟那個我們現在的Omicron差不多 只是他的傳染力更強 那可是呢 因為他如果真的去參選 假設他7月下旬就真的去參選 那到了8 9月 真的有BA4 BA5 那人家一定會怪他嘛 說你怎麼可以去選呢 還沒完耶 那他就可以拿6月7月他 做的這些奇奇怪怪的管制說 我有努力啊 會堵住大家的嘴 就是這樣啊 可是你剛剛講說這個象徵性的動作 他對那個選舉的部分 他超前部署是蠻不錯的 蠻蠻快的啦 但你說這種象徵的假動作做一做 但問題是他亂象是實實在在發生啊 旅館業者就跳腳說你政策不明 那造成民眾業者政府會三輸耶 他說還不如直接就是0加7就好了 就是你就是7加0來的乾脆 就像之前一樣就是7天 那甚至他們也直接說這個 旅館業者說在官方跟公佈政策之前 一樣的老問題老毛病 就是說都沒有事先諮詢 同樣的事後也沒有拿出指引 亮哥一樣啊又不給指引啊 3加4 他給的這個東西還是漏洞百出的啊 隨便一講都是問題啊 地方政府就說你什麼都說要通報地方 然後你說你要改地點也要地方政府同意 但是問題是後面的那個時候 4天是自足防疫沒有管理上的問題耶 那地方政府到底是管還是不管 我們有指引啊 就是那個是喔 你出去的時候要趨吉避凶啊 自足應變啊又來了 你不能把這個病毒帶回你家裡啊 我既然說你不能夠在家裡睡 意思就是說你也不要亂回家啊對不對 可是在外面要戴口罩啊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是很難想像這樣的一個人 如果真的回家他會戴口罩啊 不會啊 不可能啊 對啊怎麼會啊 我如果真的 是我可以自由活動了對不對 我只是晚上被迫要回來睡覺 我回到家裡了 我還整天在家裡戴口罩 那根本就是違反現實 違反人性 而且還有那個什麼非必要什麼 你一定要外出 那外出的陰性證明是給旅館看 旅館就自己判定就可以了是不是 我不認為會有旅館來抓啦 對不對 那幹嘛自找麻煩 那得罪旅客幹什麼 對 搞不好一起糾紛 人家被三加四已經夠火大了對不對 你還請這糾紛幹什麼 對 所以基本上 事實上大家判定就是回來三加四 可是亮哥 劉惠君剛剛回了耶 我那個問題 他說後四天出是快篩 因就可以外出 可以拍照 透過LINE 傳給旅館業者判定 對可是他不是強制嘛 而且萬一造假呢 你也沒辦法 他也沒有規定說 你每天晚上要把快篩給旅館業者看啊 他有這樣規定嗎 然後不提供者 要怎麼處方 沒有 而且剛剛我們講 而且我跟你講 快篩很容易作弊 就是啊 我說你的造假問題 他業者也沒辦法判斷 因為前三天你也在快篩嘛 對 我怎麼知道你不是拿前幾天的快篩 再來交給我看對不對 而且很多人就放在手機裡面嘛 是啊 他上面又沒有寫字 沒有日期啊什麼的 拿來呼嚨也可以啊 所以很容易作弊啦 知道我們這個社會上 因為這個防疫啊 他那個防疫指引不明確 所以已經形成到處都在作弊的社會 對 對 所以到處都是黑書 事實如此嘛 另外跟我們特別提到的回家這個問題 就是旅客在後四天出去 不用告之外出行程 那羅毅君說啊 其實呢你只要注意是否徹夜未歸 你看他盯的只有這個 你有沒有回到旅館去住 這樣隔個鬼啊 沒有意義啊 我現在也不知道他對那個所謂的 要回到旅館住喔 是指幾點鐘啊 對沒有沒有 是晚上11點收假嗎 12點馬車會來接啊 門禁到底是幾點 如果在外面跟人家混到兩三點 再回去 這樣算不算 對啊這樣算不算 還是要凌晨12點 對不對 對不知對不對 他沒有明確規範啊 搞不好我在外面跟人家喝酒 然後隔天凌晨再回去啊 這樣怎麼算 這樣不是 算算徹夜未歸 所以要收假是不是 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聞大爆掛 旺旺水神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一直在噴音的這個叫做 旺旺水神霧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好同時呢現在 中天的觀眾有好康喔 你像快點購買霧化器 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R588 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